你把她请走吧 君太夫妈求求您了 前几日总在街上转悠的君小姐 今日算是惹上麻烦了 平日里啊 没人找她瞧病也就算了 槐花胡同的王草氏 主动拉住她看病 她竟然说人家没有凶兆 不值得她一看 把人都笑的呀 嬷嬷 说什么呢 还不下去 夫人 您找什么呢 有个小孩在哭 一直在哭 你没听见吗 奴婢真的什么都没听见 在哪儿 哪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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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 快 快去把那灵雨找来 你快去呀 是 哎呀 夫人 一会儿我将药方子开与你 你按照我的法子扶上半月 便可痊愈 半个月 我这病得了好几年了 太医院内御医也请了 丝毫没有改变 半个月 半个月怎么能好 心病还要心药医呀 夫人 你的胸肇我既看得出 就有法子化解 您信我 斗胆问一句 你有孩子吗 我当时是真的没有法子了 我夫君当时在消气 我如果生下这个孩子的话 我夫君的前途就毁了 你帮我告诉他 为娘那不是不要他 是真的 是真的没有办法呀 夫人 他也只是念着和您的旧情 来看看你 不 你把他请走吧 君太夫妈求求您了 夫人快请起 吓吓您了 夫人快请起 您坐 柳儿 这药丸配上这安神香 给夫人连续服上半个月 君小姐 这样做就可以了吗 睡好了 自然就可以根除了 恭喜君小姐得了第一笔枕筋 昨日的事我都知道了 刘掌柜恭喜早了 昨天的枕筋啊还没收呢 没收 这怎么回事啊 君大夫 这是约定好的枕筋 来 给我吧 替我谢过夫人 五千两枕筋不多不少 五 五 五千两 君小姐 这枕筋 这么多呀 对啊 不是什么人什么病 都可以找小姐医治的 首先呢得看这个病 值不值得小姐出手 其次才是枕筋 接下来咱们九龄堂 就可以名声打阵了 等下来咱们 我没有带来咱们 发生要